主席 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员 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廖秘書長 請廖秘書長 秘書長長 剛剛潘維剛委員特別有問了一下秘書長 有關於陳水扁總統卸任之後 不是帶走了一些 急隙密的一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 現在在特徵組 總共有58箱 秘書長知不知道這58箱大概有幾件公文 大概有幾件 很抱歉我們大概只知道他多少卡洞 事實上其內部的內容 今天可能我們再相關人也要前晚 然後再度鑑定才能對外說明 在正慢中 總統府不宜發表任何數字方面的 沒有預計的一個數字說法 謝謝 那總統府知不知道 大概有幾件 知不知道 到目前還沒有辦法做確定 還沒有辦法做確定 本期在這裡要問這個問題 也就是 特徵組那邊 根據報章雜誌上的刊載 大概有58箱 那到底有幾件 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擔憂的是說 除了這58箱裡面的所有公文以外 到底還有沒有其他 集機密或者機密的公文 是沒有被扣到的 這個部分倒是總統府應該要特別去了解 在總統府任何的公文一定都有建黨的 一定都有建黨的 未來是可以去核對到底有哪些 尤其像這種集機密的資料 到底有沒有在陳水扁總統任內 這些集機密資料 現在留在總統府還有多少 那當然有一些是在特徵組 現在在特徵組那邊 我們要擔心的是 除了這58箱 現在已經被扣在那邊 未來我們會了解 所有的公文到底是哪 哪些件 那萬一沒有在這58箱裡面的呢 這些公文到底有沒有 還是留在陳水扁手上 有多少件裡面 有沒有一些特別重要 集機密的公文 本集在這裡只是要提醒這一點 應該去內部去建黨了解 還要去核對 到底有沒有一些特別重要的集機密文件 還在外面 總統府有沒有去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謝謝林委的指教 事實上 事實上 我們當時 要透過 這樣一個法律程序 請客壓的 動機也在這裡 希望能夠 確保 到底到底有沒有是完全確保的話 還沒有 我們會更努力的去查對 謝謝 希望總統府針對這些文件 一定要去測查一下 因為總是會有一些文件 現在還是在總統府 但是有些集機密資料是找不到的 那這些集機密資料 很有可能在那58箱裡面 但是也很有可能 是在這58箱以外的 我們總統府要去評估 好不好 好 謝謝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這個密斯法 你在擔任內政部部長的時候 大家對你非常稱道的 就是你非常強調效率跟溝通 那你到總統府相信 你也秉持同樣的精神 要來推動這個效率 那麼總統府裡面有一個 總統府辦公室自動化推動委員會 有沒有這個組織 這個是任務編組吧 是 那這幾年來 其實不只是總統府 行政院各相關單位 其實紛紛已經把這些辦公室自動化 推動委員會都已經給他裁冊的 因為大致上這十幾年來 所有的行政機關幾乎都完全電腦化 電子化 那以至於總統府在這個委員會 這幾年來幾乎都沒有運轉 甚至預算也沒有做任何的支出 那麼本期在這裡是要特別強調的一點 我們既然辦公室電腦化 自動化 我們真正人員也要跟著提升他的效率 本期在這裡只簡單舉個例子來講 那給民事長做參考 像今天民事長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這些書面的資料應該都是公開的 那因為委員為了要提早了解整個報告的情況 我們才能做準備 所以一般來講 不是今天拿到資料 如果今天拿到資料 你就不知道要質詢什麼了 所以所有的委員都希望能夠盡早 能夠拿到 我們行政院各部會 我們也是這樣要資料 但是像今天這樣一個公開性的一個資料 我辦公室昨天早上就在聯繫總統府說 你們這個資料印好沒有 是不是可以提前傳給我們 那時候總統府跟我們聯繫說 已經電子檔 電子檔已經傳給法治 我們立法院法治委員會 那我們就說既然已經傳給法治委員會 可見了這個已經是公開的 那是不是可以傳一份到我們國會辦公室 結果我們承辦的人員 就提到說這個我們要請示一下長官 所以要請示一下長官 看看能不能傳電子檔 然後到最後回覆說不方便 不方便傳電子檔給我們法治委員會的委員 那麼你們如果要的話 你們自己向立法院法治委員會要 那我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行政院各部會 都要加強跟立法院的溝通 而且講究效率 現在已經是一化的政府 竟然要層層的來轉 既然總統府可以把電子檔傳給法治委員會 這就已經是公開的 公開的 那我們基於時間上的關係 請總統府是不是也一份給我們 這些一點都不過 行政院各部會都是一樣的 林委員我特別跟你做這樣報告 既然電子檔都傳出來 可見他不是 那如果中間有一個任何落差的話 對您的需求有落差的話 我回去會嚴厲的加以調查加以處理 因為這個我們要的就是今天的那個書面報告 我們現在立法委員是有調查權的 還是調閱權的 那個報告主席 事實上這個事情在我聽起來是很訝異 我想這中間大概 在我來講七天前 這不一定要我一定給 對對 抱歉 現在這個是不是黨職書記長 那是其次 既然電子檔都可以給立法院法治委員會 為什麼不能同步傳給委員 行政院其他各部會都是這樣做的 全部是這樣做 因為委員要準備質詢資料 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嘛 那當然如果對外沒有公開資料 我們做這樣要求 你們可能會認為說那你要求什麼 我們需要知道 因為我們昨天在聯繫的過程裡面 我們總統府內部的人說 如果立法委員要跟總統府要資料 一定要公文來 那我們也說好 那我們公文過去 他說因為會來不及 因為我們公文到了之後 我們還繼續一直簽 簽到上面批准了之後才能給你們 那我們說這個是書面資料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 需要這樣嗎 如果委員要的資料 不是這種公開資料 委員基於質詢也可以去要求 行政單位提提供資料 那至於你們如果認為哪些資料 涉及到機密等等 不宜給 這都沒有關係 這都沒有關係 但是像這樣的狀況之下 任何立委要求的資料 全部這樣層層一直批 批到最後 而且他們要提到說 這個公文到最後也是要給國會聯絡人 國會聯絡人才能給立委 行政院各部位也沒有這個樣子 林委員 我想我個人如果讓你這樣的一段話 個人在這表示歉意 我回去一定徹底了解 徹底改善 比如講你上個禮拜 交的一件東西 我自己還去處理到那個當事人家裡去的 都在跟他講過 我絕對不會疑問任何事 也不會用這樣的理由來彈賽任何該給 決定